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好了,这个阅读理解主要是选择了一个比较难的文章 但题目其实是非常浅的 这次有点点特别,我不会由头开始解释给你听 反而我们看看答案 这篇文章虽然看上去很难 现在当然没那么难,因为我已经塗了一些字给你 你可以用回来看 但你会明白,其实有时候,比较高的年级 很多时候,老师出的文章是很难的 但题目其实不是那么难 所以技巧是应该先看了题目 第一题,比如,What does this in line 2 refer to? 大家会看这些文章 这些文章包括Biathalon,Curling,和很多其他文章 当然,如果你有没有查过字典的字典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Biathalon,或者Curling 但你会看到这一段文章 其实这些文章一定是指出 大部分都会指出一些之前提及过的名词 我们先看看这一段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s an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 which occurs every 4 years 这句说话没关 意思就是说冬季奥运会 就是每4年举行一次的 It includes sports which are practiced on snow or ice otherwise known as winter sports 这一段文章 他会说的是 These include These就是指之前 这些运动 包括了一样、两样和很多 那究竟 these 为什么呢? 其实你会看回 就是指刚刚之前的名词 你可以说winter sports 又也可以说是sports which are practiced on snow or ice 因为他说otherwise otherwise就是另一个说法 否则你可以称为 简单称为就是冬季的运动 所以 these 是可以指这个 亦都可以指这个 那就已经得到全分了 那你是不需要理 其实你是不需要理 一些比较难的字 你根本因为 那个学校不是想要问你这些难的字 他根本就知道你不懂 但是他是用来扰乱你 令到你觉得这篇文很难很难很难 但是你focus on these 就是说回之前那句 或者是同一段最上那里说回的东西 那就已经得到答案了 那你会看到就是 these these in line 2 refers to winter sports or sports practice on snow or ice 好了,接着我们也看了答案 第二题 他问你呢 Where and when did the first winter olympics games take place 究竟 很多学生都会很不小心留意 就是看不到有两条问题 第一个就是问你 在哪里举行 另一个呢 这个是什么呢 在何时举行 ok 那take place就是举行 我们看回其实你一定 when一定是一些年份 所以你一定要focus on年份 和一些讲的地方 那我们看看第二段的第一句 The inaugural winter olympics were held in Chamonix in France in 1924 那你会见到呢 这个呢 就有少少困难了 如果你说不懂这个 inaug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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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s 一个始创 或者是一个开始 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 第一届的冬季奥运会 呢 就会在哪里举行呢 这个 Chamonix 和年份就是1924 那 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个字 其实你都可以猜到的是 这个地方 in 后面就是一个place 这个当然你都知道 这个是年份 那你会见到 他说 你不懂这个字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你会看下一句 The original sports were Alpine skiing Cross country skiing Figure skating Ice hockey Nordic combined 这里讲了很多东西 Ski jumping and speed skating 但其实你会懂得Original 如果你懂得Original 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最原本的意思 最早期的运动 其实的意思是 那你都会猜到 就是接着这些之前的 这个 和这个 就是指画第一届 因为你都看到 就会是 而且年份 1924是最早的 接着1936 1948 其实你都会猜到 这个属于是 最早 举行的一个 冬季奥运会的时间 和一个地点 那其实可以猜到出来的 那所以看回这一题 先来写回到 第一冬季奥运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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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 这样就会回答 这个 Ware 亦都回答 Ware 好了 这个题目 第三题 Why were no games held between 1939 and 1948 那为什么这两年之间 是没有 运动举行的呢 其实一个聪明的学生 一定会尋找 有一些年份 但是呢 就有些困难 因为那条题目 就问你 1939至48 但这里又没有 1939 这里有 1948 所以我们呢 其实呢 就锁定 在这里看了 就会说 是什么呢 他说 1924 from 1924 until 1936 the winter olympics were held every four years 那就是说 这段时间 就每四年举行 but 其实聪明的学生 就会看到这个but but 就是说 但是呢 应该接着就说 没有举行 then they were interrupted by for world war second 你会见到 这个字 但是我知道呢 很多学生 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 是不知道这个字 是打扰的 但是你懂得用but 这个字 这个but 就是但是 他说 每四年 就会举行的 在这个时段里面 但是 那其实你都猜到了 这段时间 就不举行 那么 好了 你不懂这个字 不要紧要 那你会是拜什么呢 就是以下 就是一个reason 为什么 他可能是不举行 你不懂这个字 你会猜到 就是因为world war 2 就是因为world war 2 你懂得but 因为他说是 但是 还有呢 world war 你都会知道 就算你不知道有二次大战 这件事 那war是解决战 那条题目是问你 为什么 为什么 是没有 就是没有winter games 为什么没有 你可以猜到 推算到 是因为呢 是有什么 二次大战 那你会写回 this was because um 什么 um there was the world war 2 对了 就因为呢 就有二次大战 那所以呢 就会是停止了 举行了 那接着又看第三条问题 他問你,Where did the games take place in 1928? 1928年,我們當然要在文章中 focus on 找什麼呢? 1928這個字,而且是一個地方 一定是一個地方,而且是1928 我們試一下看看 他說,剛才我們說過 They were interrupted 現在你認識了,打擾或者停了 令Winter games停了,就是因為這個 World War II They were resumed, however, in 1948 in St. Maurice, Switzerland 即是說,1948年之後 就重新在這個,這個 Switzerland,是瑞士 在瑞士的這個地方再次舉行了 Which was elected to host the first post-war games 什麼是post呢? post是有一個後的意思 即是戰爭之後的冬季奧運會 就是這個地方舉行 Swissland's neutrality had protected the town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most of the venues were still in place from the 1928 games 他這裡說的意思就是,因為瑞士是一個中立國 這樣呢,就在二次大戰裡面,就受到保護 即是沒有說,好像其他的歐洲國家一樣 都因為打仗,而很多地方都爛了 而大部分,most of the venues were still in place 即是說,很多場地依然都是存在 即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存在 就是在1928年那個冬季奧運會的場地都依然存在 所以1948年就決定在1928年的同一個地方舉行了 所以究竟1948年那個是在哪裏舉行呢? 就是在瑞士舉行了 在瑞士的Saint Maurice那裏舉行了 那裏舉行了 這個題目問你,1928 即是追溯到說,因為那些東西是未曾 即是沒有受到戰爭的破壞 雖然1948年都是那天 但是1928年當時的設施存在 所以你可以推斷到1928年 都是在這個Saint Maurice那裏舉行的 那你會寫回 應該是 Where did the games take place? 那你會寫回 The games took place in where? In St Maurice 記得要大草 因為這是一個名字 In Switzerland In 1928 那也有提例 要問你跌 你會用回那個Toke 兼且會是 接著那個地方全部都要大草 OK 接著下一題 Are the Winter Olympics a popular event? How do you know? 那是否一個很受歡迎的運動呢? 他問你是否一個 popular event 是否受歡迎的運動呢? 一個項目呢? 你又怎樣知道呢? 那當然很多人支持 或者很多人看 就是很受歡迎 我們其實很多位都可以跳了去的 唯一你很受歡迎 你會見到 去到這裏他有說過 它說 這裏有開始說 這裏有開始說 所以你就会知道是很受欢迎 因为有几百万人都会收看冬季奥运会 所以你会说 他问你are the winter olympics a popular event 你一定要答yes或no 因为问你are 一定是expect你会答yes或no 那你说yes 你要照抄回 因为这个是叫你answer in complete sentences 你说yes the olympics are a popular event 你怎知道呢 你会写回就会是because because millions of audience watch them 那就已经可以得到满分了 因为他说有几百万的人都会收看 你就知道他是很受欢迎 第六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bout the above paragraph the above passage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刚才没有看的地方 就需要看才可以回答到这里 我会解释给你听 第三段 The winter games have changed since their initiation 就是说这个冬季奥运会 就改变了很多 就是由他开始之前之后 many sports like freestyle skiing and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have been added the inclusion of new sports has broadened the appeal of the winter olympics beyond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就是说呢 由于包括了一些新运动 就扩阔了它的吸引力 令到它超越了欧洲和北美洲的国家 那些人都会开始留意 even though european countries like norway and germany dominate the traditional winter olympic sports countries like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canada are finding success in the new sports 就是说呢 一般来说呢 就是本身是比较冷的国家 例如挪威和德国 是 就是dominate 就是佔有优势 意思是因为他们本身有场地练习 那他们的市民都会是 就是他们的居民都会有得练习 所以他们取得很多奖 但是近年呢 是南韩啊 澳洲啊 或者加拿大 都有 就是拿到不差的成绩 就是这样的意思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national medal tables 那什么叫national medal tables 就是说那些国际 就是每个国家的奖牌榜 你会是从中 你会见到其他比较新的国家 都开始有多些奖项 奖行可以拿到 Additionally the rise of the television enhanced the profile of the games and create an income stream via the sale of broadcasting rights 那他就说 他就说 因为电视的武器 就提升了这种 这个游戏的 就是这个冬季奥运会的一些形象 那也都 create an income stream 就是说呢 好像一些不断的收入来源 透过一些 就是广播权 或者广告之类 which has allowed outside interests like television companies and sponsors to exercise influence 那这个真的很难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令到一些 不是做运动的公司 例如电视公司 或者赞助商 就想要有些影响力 在这个运动里面 this has resulted in criticism internal scandals and even political boycotts of the winter olympics 那就令到有很多的批评 醜聞 甚至政治的杯葛 那刚才我们说过 就是说那些不同的国家 想要他们的 展现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政治权 政治的 就是那个的优势 都会尽量在这些 这样的运动会里面 希望拿多些奖牌 那就可以代表他们的 角力非常之强大的意思 但是呢 你会看到 其实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观众 那这两段的确是很难的 其实呢 你是不需要看里面的字 我刚才也说过 第几题呢 第五题 最主要的主要是看这个 audience 和millions 那也会是怎样呢 第六题 他问你什么呢 他说 Norway and Germany dominates the traditional sports 虽然我知道 你在看文章的时候 dominates 是不会识解 但是呢 你会看到 上面有这个字 你要很快去找这个字 原来在这里 那他说 Norway and Germany 那这个是否说Norway 和Germany 他说是哦 一模一样的 你记得到这句句子 所以这个一定是true 你根本就不需要理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七个文字 为什么呢 其实你会 一模一样的 一定有文章提及过 The profile of the games was enhanced by the rise of television 就是那个 profile和enhanced 这两个字 都很多时候 应该你们是不识解的 那你会看到 但是 你会很明显文章 里面是看到 是什么呢 enhanced 那字在这里 profile 那他说 The rise of television 就是什么 The profile of the games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在那个答案里面 The profile of the games was enhanced by the rise of television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用的字是一模一样 所以都是true The games have been host in three continents 是三个不同的州份 这个就是 那我们看完最后那段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have been host on three continents 哇 其实他呢 看到 一模一样的字 那就是三大州 那你会看到 The games have been host in three continents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都是true Russia held the 2002 games 俄罗斯是2002 错啦 因为他有说过 2014年举行的 那所以其实呢 你就算不懂这些字 你都会看到 Russia在哪里出现过 只有最后那段 而最后那段 唯一的年份就是2014 那所以呢 没有可能是2002的 所以这个一定是错 那所以这个就是D了 那所以说呢 当你遇到一些 很深的文章的时候呢 其实记住不用怕 因为基本上老师 是问的问题很淺 而且尽量尽量找回 在文章里面 一些相同的字 例如好像Dominate Enhanced Profile 找回这些字呢 其实你会发觉呢 那些句子是会给到很多提示 那最后一条自由题 那当然其实很简单 就是只是很多学生 都不记得用这个yes 或者no Have you ever watched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那你会说 No 你说为什么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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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never watched the winter 記住 Winter 要带草 如果不是就会被老师扣分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Because I don't like winter sports 就是不喜欢冬天的运动 只要你小心插回这些字 和简单一个句解 例如我不喜欢冬季运动 或者我不喜欢和雪有关的活动 那些已经是能够得到每分 第二个comprehension 这个叫Game Station 3000 Coming Soon 那这个是一些有关打机的一些活动 他说WonderTech's Game Station 3000 is a huge step forward in gaming technology combining amazing graphics with stunning gameplay and an immersive 3D experience 那这个意思呢 应该是指那些 即是一个游戏机 那你会看到那间公司 应该是WonderTech 而那个游戏机的名字 应该叫Game Station 3000 那这里接着就说 这个游戏机有什么特别 Release date 就是6月3日 Special launch event 4pm-8pm John's Game Shop 70 Park Street Newtown 即是这些产品发布的日子 就是这一天 就会在John的那间店 在这一天 如果您想要VIP ticket 去特别的计划 刚刚在说的这个 即是这个Event then write to us explaining why you should be chosen 跟着之后呢 即是叫你寫给他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你啊 The deadline for entries is 5pm 20th of May email entries to 这个address and send them to WonderTech 125 Willow World Newtown for more information 就叫这个电话 好了 看看第一个 这个 就不会单纯是一个通告 就是通知你一样东西 那么简单 其实它是一个属于一个广告 因为它会是想推销一样东西 其实因为这个是一个游戏机 当然很想你买 这个是想你试用 或者看看它的产品有什么特性之类 所以是想推销一样东西 所以是一个advertisement What company makes the game station 3000 那刚才我都说过 WonderTech 就应该是那间公司的一个 那间公司 开拓这一个 产品的公司 记住没有Aposture BS 因为它刚才是说WonderTech的游戏 How long will the launch event last for 究竟会 last for多久呢 这个你有看到是4至8点 所以应该是4时 Sam wants to enter the competition But he does not have a computer What should he do? 即是说他想要欠他做什么呢? 都不能正式说是一个 competition 但他说要上一张VIP ticket 那你是要 其实他叫他要怎么做呢? 就是要 你会写给他们 解释为何你应该是选择的 但是呢 你会要不就 邀请电脑 要不就把电脑送给他 那如果你是没有电脑的话 那你就不能邀请电脑 那你唯有是寄给他 寄给他 寄给这个地址 那所以呢 如果假如他 他没有电脑 他会怎么做呢? 就会是 寄给他的电脑 就是寄给他的公司 寄给他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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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derTech 125 Willow Road Newtown What word in the passage means joining together? 而joining together 就应该是combining 所以你会写回 所以你会写回 combining就可以了 那还有呢 这个提示 你会看到 这里是ing 那这个字也是ing Can Sam enter the competition on 3rd of June? 但3rd of June已经是release date 那现在他叫你 deadline for the entry 是5月20日 那所以呢 是no no he 或者she Same可以是男或者女 Can't My 应该是anxious anxiety anxiety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is driving me crazy his wisdom impressed me impressed me as he was only 20 years old 即是他的智慧呢 是令我非常印象深刻 the soldiers were their country's pride 即是那个国家的一些骄傲 the army are important for the 好了 这个应该是defense defense of the country going to university is about more than gaining money knowledge know的名字就是knowledge knowledge you need to buy boxes with enough death 即是说要够心 to store these large books he lost his sight in a car accident it is important to experience failure so that we can learn to deal with it 即是说要懂得面对这个失败 their loyalty for their leader was essential for the success of their mission 即是说他们对他们领袖的忠心是很重要的 he has gained a lot of weight weight 才是个名字 a lot of weight recently preposition 主要是读翻个 preposition list 就是啦 one upon a time a traveler set off walking through the forest to find some plants that he could use for medicine even though he was scared of the woods he needed them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people in his village were ill he kept on walking until he saw a woman in the distance 即是离远见到的女人 he approached her approached即是走近这样的意思 and asked her if she knew where the plants were the woman thought for a while and then told him to follow her the traveler jumped for joy at the sight of a field which was filled with these plants gleaming with excitement 即是说是非常之兴奋 这个字作文真是很有用 gleaming with excitement he quickly filled up his bag with as many plants as he could and thanked the woman finally he would be able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in his village crisis 是解危机 亦都是解一个danger 有什么意思 到了relevant pronouns the girl who's back 记住不要看到girl 立刻用who 假如后面有个名词 其实很多时候都要用who Thomas is from Paris which is the capital of France 巴黎就是法国的首都 the town where I grew up is very small 这个地方 亦都是一个死亡 究竟是where which 你会试试问自己 where did I grow up 或是which did I grow up 那当然是where my car which is red was very expensive 即是指这个车是死亡 maria went to london where her company's main offices are where where 因为这个是说地方 其实你亦都是form a question where are her company's main offices 那你就会知道 你应该是用where 不是which are which are her company's main offices I moved to the country in which I was born 这个有点特别的 其实有一件事你们没有正式学 in which就是where 所以在这个位置 其实你可以用where去替代 I moved back to the country where I was born 又或者in which I was born 但既然有个in 就会在那里 我出生那里的地方 my father who is a doctor loves to go skiing 这个很明显 mrs Jones 这个第八题 Who was my teacher is in the hospital 他是我老师 Jane whose sister is my best friend is nine years old The emperor state building which was built in 1931 is very tall 你会看到这个帝国大厦 而这个是一个死物 所以用which was built in 1931 所以用which was built in 1931 到passive voices 这里你会看到 he sings a song for every night 这变了是a song 这个是现在式 所以是is sung by him every night the man killed the monster the man killed the monster 那monster呢 就变了是个 the 是变了一个 即是现在反过来 摆头 那因为他是用killed 所以用passive tense was killed by the man you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exam 那你会写回 the exam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by you 那你会看到这个have completed completed就变了has been completed 那successful只是一样的摆在这里 they took all the necessary precautions 那你就会写 all the necessary precautions 那took是过去识 那所以你就要先加was 或者were 那因为precautions是中数 所以你就用were were taken by them John ate a burger last night 那名词呢 就把它调转到 a burger was eaten by john last night 那记住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如果 如果这个名词是 即是它本身是现在式 你就加smr 如果它是过去式 就加was were 这个过去式就是加was were ok 过去式就加was were 那如果它是have completed 就变了has been completed the accident 这个passive voice 应该是什么呢 你会看到 the accident 这个应该是一个 一定是过去了 这件事 因为这个意外 不是一个每一天都发生的事情 所以不可能用现在式 不可能用is 只会用was cost 只会用was cost 因为这件事是过去了 表达了这个意外是之前发生的 而有被动式就会先加was today rice is eaten 这个是一个事实 而且兼且的确是 全世界很多人现在都吃米 所以用现在式 所以用现在式 那你就会先加is 或者are 接着就加past participal jeff 你会看到有个before 这里有个before 这里有个before 这里有个过去式 那由于你会看到这个 其实你要知道 这个字就是perfect 这个就是past 这个就是past 隔着这里的位置 就应该是past perfect 所以应该是jeff 什么呢 had been employed by the company before they fired him the book was finished by joan last night last week 因为last week 是一个past tense 所以你就会加was 和上面一样 如果是过去式 一定先加was 或者were 然后再加ppt laura and michael 你会看到yesterday 所以这个是被他邀请 were invited were invited to the party by kelly yesterday now a days wind power 你会看到这个wind power 应该是is used by many countries 你会看到 因为wind power 是单数的名词 今时今日 这个都是事实 就是说 很多国家都会用风 所以就会用is used 好了 把这几句 转到active voice the problem was explained to the students by the teacher 那你就会把the teacher 摆头 the teacher 本身就是was explained 即是告诉你 是past tense 所以你就写 explain the problem to the students 所以这里 你会看到was explained 就变成 explained 另外这个前后 就调转了 that picture has been found by my sister 这样就会是my sister has been found 是一个present perfect 那这个present perfect tense 你只需要用正常的present perfect tense 你只需要用正常的present perfect tense 就可以了 my sister has found that picture 你不要用that 不然老师就说你抄错了 the house is being painted by those men 你会写dose men dose men 这个is being painted 就应该是什么呢 is being painted 是什么 tense 是这个呢 是一个present continuous 而present continuous 你会用dose men man是中数的 所以就会用a painting the house 所以你就会把它写回 这个现在进行 你就会写回正常的现在进行 没有被动的成分 他们在画那间屋 第四题 the visitors were shown an old script by the guide 因为你会看到有an old script 和the guide 但是the guide 才是导游 才是人 所以就应该是把the guide were shown 是past tense so showed an old script to the visitors 下一个 English is learned by many people 你会把这个many people 摆头 many people is learned 是现在识 所以就会是learn english many people learn english 就是很多人学英文 接着到tensis 这个是matter a member of the school choir 这个你会看到 他事实一直都是一个 学校的成员 she has been a member since last year 虽然有last year 这个字 但是呢 他的意思是说 自从去年都一直是一个会员 last month the choir leader choose matter to represent her school in a competition matter had attended many training sessions by the time the competition took place by the time 即是说呢 在那个competition的之前呢 就参加了很多个训练的时段 所以是had attended 那为什么要用past perfect呢 最主要是因为呢 这件事呢 是发生在 这个competition took place的之前 那这件事呢 因为它是之前发生 所以你就要用had attended 去表达 是比这个took place 是更加早发生 所以用had attended one day she 第五题 就是啦 she practiced 因为one day啦 所以是past tense啦 那你就会practiced so hard that she almost lost her voice luckily it came back in time for the competition 因为one day啦 所以是一个past的过去的一个事态 as the competition mether felt nervous while she 这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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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while she was waiting to perform when her turn arrived she sang very well she sang very well and it was no surprise when the judge announced that she made the top 10 这个sang the past tense la she is thrilled with the result in fact she has never felt happier in her whole life has never felt 就是从来未试过觉得这么开心 那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呢 这个competition呢 都是 就是因为她有讲过 这个故事 因为她现在是一个 那个school choir的成员 那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没试过这么开心 那所以这个要用president's perfect 就是说现在在那 但是competition就在这里 而competition赢了之后呢 到现在一直都很开心 那所以呢 这个呢 是去到现在 这一刻还在开心 所以用has never felt the final stage of the competition took 什么呢 不是啦 这个是next week的嘛 所以就是will take place 是将会的举行 因为这个是用next week adjectives和adverb when I cook I always measure my ingredients accurately Nam speaks too loudly It makes my ears hurt Fishing involves a lot of waiting so you have to be very patient 你真的要好有耐性啦 I gave him a cheerful smile 真是好开心的笑容啦 and then shook his hand the tractor moved the tractor moved 是动词 所以后面这个一定要用一个adverb 用一个ly的字 moved slowly across the farmer's field firefighters have to be very brave 记住呢 什么时候面要用一个形容词呢 就是 一是呢 就是在名词的前面 一是呢 就是work to be 后面 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用一个形容词的话呢 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就是会通常呢 那个是用verb to be 后面呢 就会再加一个形容词啦 例如 he is beautiful he is handsome she is beautiful he is handsome she is beautiful 那这个handsome是形容词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你会看到前面呢 有个verb to be is 那另一个情况呢 就是a handsome man 就是有一个名词在这里啦 有一个名词在这里啦 那 而前面呢 都会是一个形容词的 那 而verb to be 例如好像is 那样呢 呢 后面呢 都会是一个形容词的 we will have to think think think是动词啦 那而adverb呢 记住adverb后面呢 就是adverb的前面呢 就会很多时候都会是 譬如think 有些动词在这里 那在个动词的后面呢 你就会加一个副词啦 例如说think 什么呢 creatively 很有创意地去想一个办法 think creatively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you have to work hard if you want to go to Osford University 好了 be啦 going to啦 或者might 再讲一次啦 be going to 这个呢 是应该是有计划的 就是应该是一早计划了 而这个呢 只是possible 有可能发生 有个possibility of doing something I 什么call my dad at 3 p.m. tomorrow 他讲得这么清楚啦 当然就是应该 I am going to 啦 记住很多时候要自己加not的 那看一看啦 the weather forecast said eight 什么 rain tomorrow but not for certain 即是说 只是有可能会下雨 Paul is disappointed because he 好了 他好失望啦 他 plan了不去啦 is go is not going to ocean park tomorrow she may go to bed because she is extremely tired 他好累啦 所以他打算啦 is going to go the student has put his uniform on 这个呢 第五题啦 he is going to walk to school 他穿了他的校服啦 他穿着校服啦 很明显已经计划 准备回学啦 第六啦 I may have enough time to finish my homework but I hope that I will 他即是希望啦 所以他可能性都不高 所以就是might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finish my homework it is possible that I may come to the party because I feel ill 他说是有可能 that means未是决定啦 所以是I might not come to the party because I feel ill 第八 I want to find out what time it is 好了 我呢 我要找出什么时间啦 这样呢 那当然就是我打算要去看啦 I am going to look at my watch 就是让我去看一看我的标啦 好了 接着啦 到Gerund infinitive啦 就是 记住啦 like 平时like 是加to或者加ing都没问题的 但是呢 would like 就会一定是加to的 to infinitive 那所以呢 这个是I would like to buy he is trying to run 100 miles in 3 days the teacher said that I must must 后面当然是不变动词啦 I must behave properly in lessons Paula has decided decided 是要 decided 要加to的 decided to marry her boyfriend Simon her mom should let her go 呢 后面是要不变动词 I used to eat a lot of chocolate My mother wants to move to London She may help you with you She may help you with your homework If you ask her nicely My dad always say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be nice to people You need not cry need 后面是不变动词的 need not 后面是加一个不变动词的 但是 如果是do not need 这样是整组有个do字的 就要加to infinitive 那你就要记住了 need not 就好像平时的do not cannot 的意思 都是要不变的 但是 once有do not need 你就要加to 但是平时来说 need not 是这样 cry的 接着到conjunctions I feel tired 她很累 就比较负面 但她要完成了些所有东西 but I have to finish my homework tonight My mother was a disappointed 好失望 因为我很坏 because I was naughty at school I was feeling hungry so I ate an apple 她很肚饿 所以就吃苹果 不可能是so death so death 提醒你们是解胃料 你不会是为了吃苹果 所以觉得肚饿 这个只要是so 我喜欢我弟弟 我会觉得他很可恶 我爱我弟弟 很相反的 这个很正面 他很喜欢他弟弟或哥 但是他觉得他很讨厌 所以 这是一个相反的关系 你就会用odola 接着 she is going to university 为了他可以有份好功 这个就真的用so death 还有一个很大的提示 后面是有一个modal verb 即是有一个can 那些 很多时候 如果你看到要用so death 的情况 很多时候后面都会有modal 有can 有will 即是他是为了可以做一件事 所以都会有一个modal verb can will 活 即是为了可以 或将会 将会做一些事 I am so angry that I could burst 即是爆炸了 He is training hard He is training hard in order to 为了 in order to run a marathon Josh was sad because his dog had died the night before Susan is very intelligent but she does not work hard enough 他很聪明 你很正面 但是负面 即是说他一点都不努力 所以一个相反的关系 这个就是但是 Melissa is so greedy that she ate the whole cake 接着就加了open clothes yesterday 由于是yesterday 那当然是过去识 而后面只有一只狗 所以 there was a dog on the playground at school all the children ran to the window so that 就是为了 so that they could see it our teacher showed at us 即是向路我们大叫 she told us to sit down 即是叫我们坐下 sit down on our seats and be quiet the caretaker caught the dog and put it outside the school gates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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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